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会是这一波暖热的空气最热的一天 大家有心理准备 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零 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22到31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22到32度 东部地区是22到33度 澎湖地区是22到27度 中央气象局在台东地区 还有花莲县重谷 以及台南市高雄市近山区 都发布了高温警讯 在中午前后是有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 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台南 台东跟澎湖 都是23度 高雄20度 宜兰跟花莲22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316点 收盘指数是32560点 涨幅0.98% 纳斯达克上涨了184点 收盘指数是11860点 涨幅1.58%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51点 收盘指数是4003.16点 涨幅1.31% 费城半导体小涨了2.17点 收盘指数是3116.89点 涨幅0.07% 美股的上涨其实反映的就是 针对美国银行挤兑 或者是存款搬家 这一些金融上面的疑虑 似乎有缓解的迹象 而在这个缓解当中 最明显的指标 就是第一共和银行 它的股价呢 一天之内狂涨了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九点四七 那当然因为它是从 大概一百二跌到了十二块 然后接着又回到了十五点七七 但无论如何呢 这个指标型的银行呢 出现了股价的回温 那么这就使得美国股市呢 喘了一口气 那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上扬 那所有的这些金融商品呢 都出现了同步的一个情形 就包括了比如说 油价就稍微暂停 这个经济衰退的疑虑 所以出现了反弹 那么美国的债券呢 就出现价格的下跌 黄金也出现明显的 价格的下跌 而债券市场呢 它的殖利率就明显的往上升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油价的部分 纽约业取消价格上涨了 1.8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69.67美元 涨幅百分之2.73 拜布兰特原油 也大涨了1.5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75.32美元 涨幅百分之2.07 不过这些呢 都算是止跌 你要说收复了之前的跌幅的话 可能还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农粮价格 自家哥黄豆期货呢 下跌了19美分 跌幅百分之1.28 自家哥小麦期货 大跌了百分之2.89 自家哥玉米期货 下跌了百分之0.55 那至于在贵金属的部分 经过了连续的上涨之后呢 黄金出现了明显的拉回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下跌了41.7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1941美元 跌幅百分之2.1 创下了2月3号以来的 最大跌幅 好那另外呢 白银的期货也跌了百分之0.98 铜的期货 则是上涨了百分之1.08 把金的期货呢 下跌了百分之1.25 好到目前为止 大家可以看到 股市涨 油市涨 铜的价格涨 那么但是呢 在这个避险上面需求的 比如说债券价格跌 值率往上升 那么黄金白银的价格 往下跌 好那这个呢 就反映出来了 整个的衰退隐忧 那么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之后呢 那么避险情绪就很快速的消退 然后呢 这个风险意识又开始 风险的这个偏好呢 又开始大幅度的增加 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微贬了百分之0.05 来到了103.23 主要呢 是欧元对美元强势 但是呢 英镑对美元 还有澳币 以及日元对美元呢 都是贬值的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上涨了132点 刷盘指数是7536点 涨幅1.79 法国巴黎政商公会指数上涨了99点 刷盘指数是7112点 涨幅1.42% 德国法兰克指数上涨了261点 刷盘指数15195点 涨幅1.75%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现在市场呢 最关注的焦点 就是美国联准会 在台北时间明天清晨 究竟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决定 那这个伊尔艾朗啊 这是安联首席经济顾问 伊尔艾朗呢 就认为联准会现在面临 三难的局面 第一 他还是必须要解决通膨问题 但是呢 同时他必须要顾虑 金融上面的稳定 然后第三 他又必须要降低 对于经济 以及就业市场的伤害 所以呢 他到底会会不会升息 而升息几码呢 现在是这个最重要的关注焦点 依照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 Fakewatch 这个利率起货的工具来看的话呢 目前市场的这个判定 是认为这个升息一码的几率 高达百分之八十五 认为升息 暂停升息的几率呢 是百分之十五 当然早就已经没有人认为 会升息两码了 好 那么不过呢 对于美国的衰退疑虑 现在华尔街的疑虑呢 正在升温当中 这个呢 是由美国银行呢 每一个月定期对基金经理人 所做的调查显示 认为美国经济会衰退的比例呢 出现了去年十一月以来的 首度回升 那么认为会进入衰退的 是百分之四十二 跟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所做的调查 认为百分之二四认为呢 会衰退 整整增加了十八个百分点 而且百分之八十的 基金经理人受访者认为 会持续的停滞性通货膨胀 当然比较正面的是呢 百分之八十四认为呢 今年通膨呢 确实是有机会降温 这个使得有更多的 基金经理人看好 今年呢 可能会降息 百分之五十七的 基金经理人预期 短期利率可能 未来会走低 这个呢 比之前的预测呢 要来的增加了相当的多 好 所以整体来说呢 我们看到 美国的基金经理人呢 开始对于 经济前景感到相对的悲观 那么停滞性通膨 可能会笼罩 但是呢 对降息的预期 反而是因此而上升了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官员现在正在研议 为了避免的存款搬家 然后伤害中小型的银行 那对于中小型的银行呢 可能会导致 他们挤兑上的一个流动性风险 所以呢 现在正在计划 要怎么样子利用行政命令 就可以提高 他的这个存款保险的保障范围 从现在的这个25万美金呢 提高到完全无上限 那这个呢 是美国的中型银行联盟 所提出来的呼吁 那现在看起来 美国财政部已经开始研究 这也是稳定第一共和银行 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那现在就看他们能不能找出足够的 法律的条文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啊 欧洲的部分呢 那现在呢 因为瑞银病了瑞幸之后呢 暂时告一个段落 虽然呢 有开始增加对于 德意志银行的一些风险意识 不过整体来说呢 昨天欧股就显现出来 先暂时的松了一口气 那么欧洲央行总裁 拉加德呢 则是提出来欧洲央行是有可能停止升息的 他提到说呢 最近银行业的动荡 有可能会影响欧元区的企业 还有这个家庭的放贷 会变得放贷条件变得门槛更高 然后更紧缩 这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所以呢 那么欧洲央行如果见到情势需要的话呢 是有可能停止升息的 好那么 当然他特别提醒说 瑞幸啊 这件事情啊 其实对于欧元区的其他银行 牵动性很小 铺险的部位很少 其实不是什么几十亿欧元 即根本就是几百万几千万欧元 所以影响其实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对于贷款啊 各方面的信息已经产生影响 所以事实上今年一到二月 欧元区的贷款总额就已经下降了 六百一十亿欧元 这是创下2013年 立月以来的最大的 这个贷款的总额的下降 那这都反映出来 其实在这个金融危机之前 放贷条件 其实已经趋紧了 另外在这一次呢 因为瑞银并瑞幸呢 那么瑞士政府呢 采取了很多极端的一些手段 包括不需要经过股东会 然后呢 用立法的方式 然后让这个 只要是这个 这个 只要 只要这个 董事会通过就可以了 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接下去呢 最让人担心的 还是 AT1 这个是 这个 具有高度风险的 这个一类资本 这个债券 那这件事情呢 最大的影响是 瑞士政府决定 他完全 简记归零 简记归零 他的待遇 甚至于不如股东 那这个其实在一般的 债券安排上面呢 是不合乎过去的 规范 以及法律上面的规定 所以会不会衍生诉讼 另外呢 在台湾呢 现在清查的结果 有五家银行呢 推瑞幸的AT1 那总投资金额是 16亿元 可能会完全泡汤 而另外呢 其他的银行 所发行的AT1呢 估计有17家银行 一共销售 345亿新台币 给大户 所以这部分呢 可能也要值得观察 另外呢 法国总统马克宏呢 在年金改革 这一题上面呢 引发了工会的罢工 以及国会提出 不信任投票 不过呢 他惊险的挺过了 不信任投票 即将要发表谈话 另外澳洲呢 他们现在公布出来的 三月份的会议记录显示 他们其实认为 现在的利率呢 已经来到了 限制性水平 加上经营前景不明 所以有可能 下个月开始考虑 停止升息 这也是导致澳元 澳币呢 下跌的主要原因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韩国现在继续升息的 几率呢 大幅度的下降 因为呢 他们公布 三月一号到二十号的 出口的总额 就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减百分之十七点四 相当的 幅度相当的大 尤其是晶片的出口 锐减了百分之四四点三 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 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二 那因为呢 整个经济有下滑的风险 那么南韩政府呢 认为今年出口呢 从原本预测的 负成长百分之零点二 变成了负成长百分之四点五 所以有可能呢 韩国呢 不会再继续的升息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白宫呢 昨天呢 对外表示 现在中美双方呢 正在协调安排 让财政部长叶伦 跟商务部长雷蒙多 一起访问中国大陆 那这可能会成为 间谍气球事件以来 最高级别的访问呢 那但是能不能成行 现在还在观察当中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当然都是随着 这个全球股市的 回温回稳而上涨 上证指数上涨了20点 收盘指数3255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六四 深圳层指上涨了40点 收盘指数是 11278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三六 香港恒生指数 大涨了264点 收盘指数19265点 涨幅百分之1.39 好 那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在电子股 以及金融股也回稳啊 带动之下呢 上涨了93点48点 收盘指数是 15513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六一 成交金额是 2201亿元 那么在三大法人当中呢 外资还是持续 站在卖方 卖超了28.84亿元 投信跟自营商 则是都站在买方 投信呢 买超了19.76亿元 自营商买超了 2.67亿元 让今天的美股呢 继续的反弹 所以你看到台股相关的 ADR 不过当时 它都涨跌互建 不过期货市场呢 那么夜盘呢 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上涨了122点 好 那目前呢 4月份结算的 台指期呢 来到15577点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台积电 还有辉达 以及艾斯摩尔 跟辛斯科 这几个呢 不管是设备的 或者是晶片设计的 乃至于这个软体设计的 几个大厂呢 现在决定要联手 那么加速运算用在 运算式围影技术领域 那这一个投入呢 可以帮助 一方面帮助辉达 可以有这个更有效率的 绘图式晶片 但更重要的是 可以帮助呢 台积电突破物理的限制 然后挺进2奈米 这也是呢 台积电在 这个昨天 美国股市交易期间 ADR大涨 2.73%的主要原因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台中院啊 他所做的这个电力方面 跟产业景气的调查显示 那不但是在产业面的 不用电量 出现连续第五个蓝灯 而且半导体的电力景气也出现了 好 好 好 咱们 好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